香港有沒有可能月入6000元的家庭可以居屋的單位呢 你想想現在我們一個人申請公屋 都是8-9000元入西海雅 一個人申請的那些 那你如果是6000元 我們覺得它可以拿中門 所以你說匪以所思 6000元收入可以去賣屋 其實香港只可以適合去租公屋的出租單位 你想想如果出租單位 現在說一睡房的那些 一睡房三十多平方米 那些都兩千多元要租的 所以如果6000元 你今天都挺辛苦的 就算公屋也 那李顯龍這個是不是真的派堂呢 就是爭取一個選票 所以其實一個大選的選票 所以他現在是派堂給一些新加坡人呢 就是想想一些低收入的人士呢 那梁振英都想的 是不是呢 做到這些位的人都是 都是盡量是希望爭取選民支持 拿票嘛 是的 那李顯龍也更加是啦 因為他是總理 他也都經過選舉勢力 雖然新加坡九成多都是人民行動黨的 但是始終都有不滿的聲音 我自己做了兩年去 都聽到那些開的士那些 都很多爐吵的 就是對政府 是啊 因為收重稅嘛 那些錢沒有了 被政府拿了 你想想整個新加坡 是 住在政府那些是八成 那一成多就是私樓 那還有幾個百分比 就是需要政府幫忙的 那現在政府做完這招的話 就希望可以全面 可以全包入政府的網 你知道 香港新加坡是 絕對絕對是一個 父母型的大政府主義 家長式的 是啊 那由你出生到你死 他都是 基本上照顧你 還有管教你 還有要規範你 是的 是的 那住屋當然 他也知道住屋是一個 社會上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你想想以前 董建華有說 八萬五有說七成人要擁有樓宇 到以前的麥利浩十五年的計劃 我們今次這個長遠火屋策略 這個說的是第三次的十年 建屋的計劃的一個社會 討論的一個文件 接下來下個月就會有的了 但是遠遠 我想跟新加坡 就是很難說 因為始終兩個社會很不同 他私人物業只剩下十幾個百分比 而且是很切割的 跟那個公營房屋 是同意 公香港就不同 香港你都知道地產商 吵一下 因為如果那個市場走進來我 譬如我應該那些人去買私樓 你不要給他屋屋 煉香我 所謂的 語文爭你 介入這個 以前曾任權實說 介入了這個房地產市場 政府不做了 那一停了這十年 就造成今天的禍害 而我們現在追 追追追追 我們要出這個文件 很偉口很大本 希望可以社會上討論 我們還在說一些很原始的東西 就是說 介定一下社會上 哪些是最需要幫的人 我想新加坡已經 介定得很清楚 一方當然是最後要幫的人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 現在有什麼事情你會說 我們還在說 沒有上樓 沒有基本的一個叫做 適切居所的房屋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如果說住屋 很不幸 我們是比新加坡很落後的